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郡主殿下 莫言哥哥 我听他们说你受伤了 你伤哪儿了 要不我差人给你送些药过去 多谢郡主殿下关心 微臣伤势已经好转 并无大碍 你真的不记得发生什么了吗 是谁这么狠毒 莫言哥哥你不妨告诉本郡 我一定让太子哥哥重正罚他 看来他们都没告诉你 这个人近在眼前 就是你 你开什么玩笑 我会伤了莫言哥哥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 难道你们也认为是我伤的 郡主殿下 现在的确还需要 更多的证据 招出原因 才可以确定梅花宴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梅花宴 刘洋 别着急 我们只是想知道 你有印象的还能记得多少 我只记得 那日我换好衣服准备回到宴席 然后 好像什么东西就掉了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那换衣服之前呢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明明有一个玩偶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没有伤人 也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 我也只是问我而已 你那么激动干嘛 你 秦莫爷 你觉不觉得郡主说话有些奇怪 我觉得他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不行 我一定要去问问清楚 你别想太多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不会啊 我记得我明明在玩偶店 看过那个玩偶 好 那我们就去玩偶店一探究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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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